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 王牌计划 作者卷土 由懒人听书 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五天 第六百三十二集 至于别人肯不肯为他所用 这个问题 神月千课倒是没有多想 道理很简单 天下人熙熙攘攘 忙忙碌碌 无非就是为了明立二字 要立的话 神月很轻松的就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要明的话更简单了 神月能够召开这么一个集结了世界焦点的大会 显然要捧红一个人 更是十分的简单 就算里面有一些不为明立所动的人 那也是少部分吧 上一次见到神月千课 方林只是远观 而这一次可是近距离的接触 毕竟参加KOF大会的徽章 是由神月直接颁发的 每个人上前都来接触 方林上前领取徽章的时候 他便暗中使用了预者之筒 他本来是要悄然探测的 但是靠近了神月千和身体一米之后 忽然间样起了一阵暗涌似的波纹 层层叠叠涌在了两个人的死周 一瞬间 四下里的灯光 焦谈 咳嗽声 似乎都为之一段之后 又再训 这短暂的一刻里 方林感觉自己仿佛正面 营状上的一株举树 在眼前出现了一种 不知道是真实还是虚幻的错觉 神月的背后 有着一个同样是黑发白衣的 洒然女郎在那儿 与她并肩而立 这个景象是异常的诡秘 方林甚至在脑海里面 感觉到了那个女郎是柳眉倒树 趁怒着望向自己 这一切说来话长 其实在旁人的眼里 就是方林上去拿徽章 然后在神月千赫的身前 顿了一顿 也不知道是被这位美女董事长的 艳光所设 还是色魂受语 故意而为之 方林所经历的那些感受 仅仅限于她与神月千赫两个人知道 正所谓只可议会 这也不能言传呢 方林拿到徽章以后苦笑了 因为她又接到了孟颜英纪的提示 神月千赫对你的恶感增加了 你现在与神月财团的好感度为中立 距离仇敌仅仅差十点好感度 建议你与神月财团迅速的修复关系 若是你与神月财团的关系变成敌对 将会被强制赢出KOF九六大会 十点好感度 是大概等同于 方林走在走廊上 随便找一个神月财团的职员 抽一剂耳光 或者调戏前台小姐几句 她刚刚进入的时候 与神月财团的关系也持中立 不过呢 却是两千八百点 只要再有两百点的提升 就能成为友善了 而方林此时的关系则是十 由此可见 她先前冒犯神月千赫的代价 有多大 值得一提的是 胡华豪与林依秀两个人 与神月财团的关系 居然提升到了尊敬的一大半 因为神月财与草居家 素来关系都是极好 信息都是共享的 由此可见 他们捕捉了八节级之一的威斯 并且将之送给的草居柴株的效果 就显示出来了 显然 若是老胡与林依秀 不合草居柴株讲条件的话 说不定这声望 直接升到崇拜也很难讲的 不过呢 在方林的计划当中 他本来也就无所谓这个声望的 否则他为什么千方百计的 要避开与威斯的交手呢 又不惜大费周折的 交由胡华豪和林依秀前去 同草居柴株讨价还价呢 林依秀与神月财贺呀 却是相当的投缘 两个人都是巨大财团的董事长 年龄相仿 性格都是独立 自主 由此神月千贺 还特地的邀请了林依秀下午 有空一起去品个茶 这等送上门来探测 神月家内部结构的大好机会 方林肯定是不会放过了 所以他立即让林依秀答应下来 等到KOF的徽章发完以后 方林立即就赶回到了宾馆的房间 虽然先前仅仅是惊鸿一瞥 但是那个神月背后的女郎的形象 却是已经被方林深深转刻在了脑海当中 他立即找来了一支铅笔 刷刷刷刷 几下子将那个女人的形象给描绘了出来 方林虽然不懂话 但是他自身的变态记忆力 令其就像是一台复印记一样 虽然丝毫不讲什么神月 风格 阴影 但是却可以将记忆完美地再现于纸上 随着那个女郎的形象 如我身份证照片一般 在纸上是徐徐呈现 可以看到 他的眉眼与神月轻贺颇为的相似 但是却显得更加的成熟 庸龙了一些 莫非 方林忽然间想起了自己曾经看到的一则资料 她就是神月千赫死掉的姐姐 神月万归 化身为依托于八尺镜而存在的镜灵 这只怕才是神月千赫的实力 会在九六年的时候达到顶峰的原因吧 得知了神月万归存在的方林的心中 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种感觉 仿佛自己把握住了一个极其重大的秘密 但是 这个秘密的上面 还有着一层朦胧的面纱 还隐隐约约地 极不真切 虽然看上去只要轻轻的一丝就会拉掉 但是目前还确实是无法把握住面纱的线头 好 方林将这个念头抛开 看着老胡说道 KOF九六大会正式开幕的时间是后天 准确地说是四十小时以后 这段时间 我们要去办几件事情 当然 首要的任务就是安排一下你与大门的会面 此时 老胡与神月家族的好感度已经被提升到了尊敬 草屉神月两家是同企连织 身为草屉家重将的大门五郎 自然也会爱无及乌 老胡在之前的世界里 虽然将大门做掉过 但是时间呢 却是在这之后 大门呢 根本不会有相关的回忆 大门 外表粗犷 其实 内心却是相当细腻的一个人 若是贸然求见 只会吃到闭门羹 方林耐心地解说道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出面 而是要间接委婉一些 于是和老胡呢 穿着上了一身相当周正的黑色西服 打上领带 找到了神月家的负责人 他现在可是威名赫赫 负责人的不敢带呢 纵然是神月大厦当中 数得上号的人物吧 也对老胡是客客气气的 哈哈 请问阁下 有什么事情 老胡此时戴上了一副金丝眼镜 但是后时的胸肌与宽阔的臂膀 将那股彪悍的气质 欲说还修地反衬了出来 通常呢 高明的厨师会在凉拌菜的时候 通常会洒入少许的白糖 会将麻辣的味道 烘托得更加鲜美 而这副本来表现斯文的眼睛 也就恰到好处起到了白糖 与之凉拌菜的作用 我同样也是擅长糖手技法 对大门武郎先生很是仰慕 希望能够替我安排与他见面一次 大门武郎 在日本国内的名字 几乎是和菲尔普斯 在美国的名气是差不多的 他拥有了大量的反思 所以胡华豪的这个要求 在负责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了 但这件事却是他也做不了主的 只能向上面请示 辗转报到了神月那儿 神月开始还无法对号入座 后来绕过来照片这么一看 立即便醒悟过来 原来这个大汉是和那个十分无理的年轻人一组的 顿时便恶感大声 要打算将之直接回绝掉了 但是又看到了旁边林仪秀着淡雅的照片之后 又是一照 这好感与恶感两相抵消之后 便直接拨通了草提家的电话 大门武郎本来呢 是绝对会给神月几分面子的 再加上又听到了请求见自己的这个人身材魁违 臂力奇强 擅长躺手摔头计 他下午本来是有事要去柔道协会教学 心中也是大感好奇 于是便一口答应下来 得到了神月的肯定答复以后 老虎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到正午了 便打算吃了饭去 方林却阻止说道 不行 现在马上就去 老虎恶然道 你不是说他心思很细吗 方林徐徐说道 求见再是一个前提的敲门砖 谨慎客气一些并没什么错 但是接下来的第一印象和随后的接触才是关键 其实心思细密的人 未必就喜欢同样是心思细密的人 比如夫妻要性格互补才能够成就 朋友之间也是如此 两个性格刚烈的人凑到一起 初识到也罢了 当然是意气相投快意非常 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 不可能没有矛盾的 冲突摩擦不断的话 再浓的友情 也会被炸成一网刮水的 所以 老虎 你见到大门以后 礼物照送 就做回你自己 我已经替你准备铺垫的构图了 已经不需要再演示什么了 三个人上了宝石节以后 便根据神岳家提供的地址 向着大门的家迅速的开了过去 大门并没有附庸在草剔家 他对外的名义是草剔家的柔道教练 居住的地方看起来 很是古朴 清幽 颇有田园的乡土意识 就连外面开设的道场 也是古色古香 充满了中国盛唐时期的 华美的建筑风格 丹青千万不要认为 大门就是一个生活简朴 甘于朴素的人 他的房屋看起来是古朴简陋 然而却是位于东京的繁华要地 打个比方来讲 这就好比在香港中环 这种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 修了一个茅草棚子之后 还在后面挖了一个泥土鱼塘 开辟两亩地自耕自乐 这不仅要有相当大的财力 更得有相当大的势力不可 宝石节到达的时候 大门五郎正端坐在自己的道场当中 指点人训练 里面传来了 砰砰砰的摔头声 而方林有他自身的考量 因此并没有下车 打开了空调 在车里小西养神 让林银秀陪同老胡 是一道进门 前台接待的是一个老妇人 脸色严肃地监督两个人将鞋脱掉后 换上木机 这才放他们进入 道场里面的原木颜色的地板 被擦洗得是一尘不染 空气里面有着一股清新的木材的香味 四面都有良好的通风设备 整个道场给人的感觉就是整洁 有条有理 舒适严谨 在道场左边的墙壁上挂着四个字 动静如一 在字下面 韩西坐着一个大汉 他上半身赤裸 头上缠了一条白色的布袋 袋子在前额的位置上 绘制出了一个红色的太阳 脚下是一条白色的宽大的柔道裤 用黑带紧束当作腰带 脚下却是一双沉重宽大的木机 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道场里面少说也有二十多名学员 正在进行一对一的对练 胡华豪两个人走入道场的时候 有两名学员好奇的侧过身来看了他一眼 但是大门却忽然间抬起宽厚的手掌 曲起食指轻轻的一扣道场的地板 这石墨的地板 轻轻的震荡了一下 那两名学员 立即像似乎坐在急迟的汽车上 被剧烈颠簸了一下半 马上就被抛起半米后 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发出了喷喷两声 原来 道场外面听到的声音 就是屁股与地板接触的闷响声 那两名学员打惊之下 马上爬起来 连连的鞠躬认错 但是旁边已经有一个身材娇小的少女 在旁边的黑板上面 划出了两条杠 看样子凑起一个正子 就会有惩罚了 只是这时候的大门 却没有理会学员的认错 而是睁开眼睛 望向了胡华豪 他略微有诧异之色 他先前曲起食指以后 轻轻那一扣 看似是轻描淡写 但是已经运用上了地雷阵的极其巧妙的劲道 否则这个木质地板 虽然传导力极好 也没可能这么轻易地扣起以后 将两个练习柔道的壮汉都给震得跌倒在地了 而他这一扣 看似在惩戒学员 其实也是相当于在试探来人的身份 那个柔和的劲道传导过去之后 林英秀乃是自然而然的脚下这么一紧 将大门的扣镜给抵消了 但是胡华豪却也是极其擅长地雷阵的人 这左脚微微一挫 大门进到就仿佛是水流欲向了原型的软石 很是和缓地冲绕了过去 大门站起身来 望向胡华豪微微鞠躬说道 阁下就是清贺大人谈起的雷军了 胡华豪呵呵大笑 走上前去伸手说道 咱家雷虎对大门五郎先生也是久仰啊 大门也是伸手出去 与胡华豪相握 但是这一握之下 两个人都感觉出来了不对劲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日夜的沿袭投机之日 摔投机虽然说要接住妖力 但是根本还是在双掌双臂的力道 变化之上 两个人这一握之下 都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对方手掌的肌肉收缩的情况 加上初次见面肯定留有几分戒心 立即产生了强烈的连锁反应 大门五郎的劲道立即自发的是护体和逆勇而出 他虽然也马上也意识到了不妥想要收回 但是已经有些担忧会不会令对方受伤啊 毕竟这个叫做雷虎的人其实并没有敌意 还是神月大人介绍而来的顿时伸出左手想要扶住他 然而胡华侯的手掌也是一紧 竟然是从容不迫将大门五郎的可怕冲击力给承受了下来 只不过他的西装有些不太合身 发力之下肌肉膨胀 唰一声在西装袖子上绷出了一条长长的猎口 大门看到这儿呕了一声 声音里面已经有了兴奋之夜 他此时已经感觉到 面前这个对手竟然走得和自己是完全一样的路线 对于大门来说 他最佩服的草剔精是实力是在自己之上 但是根本没法与之练习啊 你喜欢和人练习一次浑身上下都被烧得焦黑吗 没人喜欢 而最为寂寞的就是 在柔道摔头剂上没有人陪练 眼前的这个人 竟然至少在力量上与自己是失均立体 而且他的肌肉收缩发尽的方式看起来也与自己十分的相似 但是在细微之处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分别的 胡华豪索性一把将这西装外衣以及领带全部撕扯下来丢在旁边 然后他大笑着说道 这东西穿起来忒废事了 但是他们都说第一次拜访大门先生得信动一点 可是现在多余的丑都出了 咱也是个粗人也不都说话 来拜访大门先生的目的 就是听说你的柔道格斗术天下无双 想要请你指教指教 若是能搭打手可就最好不过了 大门深深的鞠躬下去 我也正有此想法 旁边就有练功服 请雷军换上合适的衣服以后 多多指教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标 germ 点赞鞠